拜登要去看一下他的那个情报部队 这个之前很早就吹风 他不是突然间去看 很早就说他要去这个CIA 要去跟他们讲话 可是他很早以前就做了 那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他的后来的一系列动作都出来了 先是指控俄罗斯对于美国的联邦或是油气馆 那么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 甚至他们都说勒索的这一些骇客 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政府所为 但是是在俄罗斯的境内都直接这样做 没有多久的时候我想上上礼拜 大家都看到了他又联合北约的等个 他的一些盟国 然后又开始指控说 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有这个网路战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你看这个是铺陈 也就是演了一场戏演好的戏 我先告诉你我要去CIA 然后接着我就告诉你说 俄罗斯有对美国恐攻 网路上的恐怖主义的攻击 然后再来就再说 中国大陆也有 然后再联合其他的国家 把这个东西造势造完了以后 他到了以后就开始讲话了 到了以后开始讲话了 他就讲到 其实我觉得拜登 民选的政治人物通常是比较逊咖了 我为什么会常常讲说 民选的政治人物因为都业语的 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政治家 他们都是业语的政治家 所以我为什么会常常说民选出来的 你看像蔡英文也不懂军事 可是他当三军统帅 这种都是业语的 好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想想看拜登那几句话 有很严重的语病 他说如果美国受到了严重的网路攻击 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热战 真真实实的热战 那也就是说 美国唯一会用武力去跟大国打仗 那一定是网路的攻击 严重的网路攻击 那我们要问的 那你拜登你对于网路攻击 严重的攻击 这个界定你没有说清楚 是联邦政府遭受到 什么样程度的攻击 叫做严重 是进入了影响的国家利益 还是影响国家安全 还是说会造成国家危机 如果说是造成联邦政府的危机 意思也就是说联邦政府 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 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 因为受到网路上的攻击 使联邦政府陷入瘫痪 这样的情形 已经构成了国家的重大的危机 那这个时候我要发动热战 这个是可以定义 但是拜登你没有把它定义清楚 所以什么叫做严重的网路攻击 什么叫做严重 你的严重是多严重 这个没有说得清清楚楚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国际上 网路我们大概分类的话 第一种黑客就是骇客组织 黑客有孤狼式的黑客 也有犯罪组织的就是组织性的黑客 也有国家培养的黑客 这三种 但是你如何去确定 你受到了所谓的 哪一个等级的严重的 好就算造成联邦政府的瘫痪好了 或是美国的联邦银行的金融体系 整个崩溃了这么严重 那你如何确定 他是哪一种骇客做的 是孤狼式的骇客 还是组织性的骇客 还是国家性的骇客 你没办法确定 那等你确定以后 你要说你要开始对他发动战争 那重点就在于要怎么打 你怎么宣战 你只是因为网路上也被攻击 你就要宣战 然后呢 问题就在于你打得赢打不赢 而且你对核武大国 你敢打吗 好那讲了这么多的话 你连核武大国 你都不敢打的情形像 讲了这些狠话 我已经大概可以预判 美国绝对会碰到大的网路攻击 绝对会 因为一定有人要挑战他 为什么 因为一挑战以后 有一些人 他就是想看戏嘛 有很多骇客的组织 他就是喜欢看戏 可是你觉得拜登这样说的用意在哪里 不会单纯的撂狠话吧 他撂狠话就是想用这个方法来吓别人 例如说吓俄罗斯 或是吓中国大陆 或是吓其他的国家 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他点名的就是 可是中二是被吓大的吗 也不是啊 对 可是他点名的就是普丁跟中国 他点名的就是这两个国家 那他点名的这两个国家 您刚刚讲对了 普丁是被吓大的吗 习近平被吓大的吗 都不是嘛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像 他又演了这么一场猴戏 演完了以后 坦白说他如果真的遭受攻击 我估计了他应该会遭受攻击 也可能遭受攻击以后他暗砍 不让人家知道 不然的话他的脸颜面丢光了 为什么 遭受攻击以后你怎么发动战争 你怎么发动 你要怎么打法 你要怎么送到国会里面 说国会你给我启动战争权 批准我要发动一场世界的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要跟俄罗斯或跟中国大陆 打一场世界的大战 那你要怎么打法 你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武战争 你要怎么打 因为你说这是一场热战 他用hot他用热的战 那就是烟消的战争 烟消的战争就是武器丢来丢去 那你怎么可以确定 对方不会给你丢核武器 所以我觉得讲这种大话 这个叫做政客的语言 那你把它换成白话文叫做蠢 那为什么会蠢 民选出来的政客都是业余的嘛 那业余的政客 当然就不是专业的政治人物 不是专业的 因为他们就是 上台四年下台一举功 了不起在四年八年下台一举功 就是业余的嘛 那你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我们的政客 基本上来讲每一个民选的总统都是三军统帅 可是他没有几个懂趋势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套政治制度最可笑的事 不相信你叫蔡英文出来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军事部队要怎么打仗 一个不懂军事人怎么做一个军队的大的政治决策 这个简直是笑话嘛 所以我常常看我们这些制度在运转的时候 都常常会闹笑话 拜登这一次就闹得大笑话 因为他怎么打 这场战争要怎么打 然后他的形态要怎么打 然后是要打到多大的规模 是有没有中战的限定 还是要打到这个整个全世界都毁灭掉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有限的战争 可是你说有限战争 对方会给你玩这个有限战争吗 更何况你本身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说我要发动一场战争 完全没有头没有脑就讲了一场狠话 这个就是什么政治表演 政治表演完了以后拍拍一鞠躬 看看能不能多捞一点选票 大概再给他鼓鼓掌说好 但是我觉得太外行了 因为你对情报单位的人员讲这种话 美国的很多的情报人员都是骇客 那他怎么想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里面整理一下 就是他自己就是骇客 他害你自己一下 看你这个拜登你怎么弄 那如果他是共和党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讲话 基本上来讲已经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所讲的话了 美国如果他必胜的话 他的态度就不会这样 他会找尽各种理由去打你 例如说他找了各种理由 说你塔利班窝藏这个盖达组织 所以就去打阿富汗 然后又说你海山拥有核武 所以就去打海山 然后又对格拉肺说 你这个内部里面有分裂 所以他就去打格拉肺 然后又警告叙利亚说 你如果有化学武器攻击 我就去打你 那叙利亚果然发生化学武器攻击 如果不是俄罗斯介入的话 美国就去打了 因为当时欧巴马是准备要动手的 但重点就在于 当他不胜的时候 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我刚讲为什么我把叙利亚放在最后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当俄罗斯直接把军队派到叙利亚 把航母开到叙利亚的港口 普丁特别是在南非 开完这个金装五国会议的时候 手提的提带上飞机故意给大家看 我在飞机上可以发动一场核武战争 就是警告你欧巴马 你敢动手 你敢打掉我的航母 任何一个国家 北约任何一个国家打掉我的航母 我就把你的国家毁掉 这个就是普丁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情形对美国来讲 对北约来说他不胜 他赢不了俄罗斯 他就不敢去攻打叙利亚 我要强调一点 重点就在于当他不胜 他就不去攻打 美国的兵推本来就不会胜解放军 所以他就要去阻止说我不支持态度 就是要阻止战争可能的升级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态度 那我已经不知道在多少节目里面 甚至被一些台湾的一些弹头的军人 或是被民进党的 或是被绿营的媒体 还专门做节目 做谈话的节目 还有平面的媒体 专门来写我的东西 来把我骂了一个一两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 美国怎么可能赢得了解放军 我讲现在的美国 他打20年的反恐战争 什么叫做反恐战争 反恐战争就是打小部队 就是打游击队 你的正规军去打一场游击队 然后这场游击队 一下子跑出来 一下子不见了 一下跑出来 一下不见了 你的军队一直轮番的 不断的一直派往前线去作战 所以你的军官 你的叫战总则 都要去适应那样的战争形态 因此你在西点军校 你在空军官校 你在海军官校 你在学校里面受的军事教育 都要改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定的国家战略 就是反恐战略 一旦这个战略定了以后 你的军校的训练 国防大学的战略班的 参谋学院的训练 都要去依照中东的这个战争 作为你的指导的叫战总则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的部队开始扁平化 指挥链要缩短 然后资源要大 可是你这种打法 是打这个游击部队的 小规模作战的 但是中国大陆也好 或是俄罗斯也好 一直都是以私为单位 也就是我以私为单位 以集团军为单位 是一种大规模的一种作战的 一种训练 几十年来都没有变 也就是都在演练这种 大规模的作战 俄罗斯也是嘛 所以你看他在北约的时候 一调动 这个整个大军团 就可以压过去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美军已经把自己扁平化了 然后又打游击部队了 打了二十年了 你先想看各位观众朋友 我假设我是新领军校毕业 我毕业的时候我二十三岁 二十年了我四十三岁 我已经是上校到少将了 或是准将了 我最少是准将要到少将了 而我完全只会打 这个中东的这种游击部队战争 因为我从中卫开始 少卫开始打到少将 我就是打这种战争 我怎么去适应 这种大规模的集团军的 这种战争 我根本不会打了 那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美国的军队 我尊敬他们的原因在哪里 美国的军队的自省能力很强 就是自我批判 跟自我反省能力很强 他们有一个机构 叫做净评估式 这个净评估式是非常的 我们讲的翻面不认人 台湾本来也想模仿他们 搞了一个净评估式 可是问题就是会得罪人 所以就是这个人情 那个人情 结果我们的净评估式 对不起啊 那个国防部 因为里面很多都是我的 以前的好朋友 好 但是功能就消失了 可是问题就是美国的净评估式 他们基本上来讲 他知道冰着国之大事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军队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反省能力很强 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俄罗斯的 中国大陆的这种大军团的 集团军的这种作战 以现阶段来讲美国没有能力 所以他必须要争取时间 他要有一段时间 让他的军队能够过渡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讲 美国至少要五到十年 不然他的军官没有办法养成 他军官没有办法养成 他就没有办法适应大规模的作战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以现在来讲 对美国人来讲 他是缓兵之计 那缓兵之计意思就是 不要爆发跟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的冲突 因为目前我怎么打 我怎么输 我怎么打 我怎么输 我当然就不打 所以我的意思是很明白了 美国人不是虚张声势 他是很清楚的时候不能打 我不能打 然后 因此当你台独要搞的时候 我就要打你台独 原因在哪里 那我被卷驻战争 我一定败 那我这个国家不就毁了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觉得台独的脑袋不清楚 那美国人的脑袋很清楚 所以在这一点上 事实上是台湾是跟美国 我不是讲台湾是讲台独的 跟美国是根本搞不在一起的 如果你希望股市一直活络的话 你一定会说 这个通膨不严重 通膨是健康的 所以目前来讲 有一些人就一直在 在美国 通膨是健康的 他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通膨是健康的 这个通膨并不严重 这个通膨 适当的通膨对经济很好 但是胜负在美国人 都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物价的上涨的压力 确实很大了 因为他的薪资 并没有跟得往上调 一样的幅度 那也就是说 你的物价的上涨的幅度 已经超出薪资的幅度 而且目前的情况 就业跟实业跟实业 实业救济金的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还在拉扯的一个状态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这个基础建设的预算 共和党跟民主党已经谈崩了 那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利 所以为什么联准会的 这两天的开会 美国的股市就这样上涨下下 好像这样洗伤温暖 因为都很害怕 他开始要把QE2 要把QE要结束了 那如果他的确定量化宽松 要结束 要开始紧收银根的信息 那这个都代表说 联准会的评估 是通膨已经严重了 要收回来了 这样的情况对于股市来讲 确实绝对不是一件好消息 所以你会看到在目前来讲 对拜登来说的话 因为股市如果一直往下走 那这一下修 不知道会修到什么程度 没有人有把握 然后再加上 我们刚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基础建设也没有通过 那你明年的选举该怎么办 然后跟中国大陆 目前来讲 你如果不把关税取消 你的物价就是这么的高 因为它里面的物价 有很大的水分 是跟这个关税有关 可是你如果偏面的取消关税 一定会被共和党痛骂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你取不取消是你家的事了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适应过去了 也就是说它的痛苦期已经过了 它已经不在乎你的高关税了 因此大陆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态度 要把美国的关税下降 那你美国要不要把关税下降 是你家的事 所以你们看王毅这次 也没有打算跟他谈关税的问题 甚至连贸易协定 要不要谈第二次 连谈都不跟你谈了 所以换言这也就是说 戴琪它现在最好 薪水很高 但是没有很多事在做 因为它要跟大陆谈 大陆根本连理都不想理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 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美国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它的经济的不稳 投资人来讲的话 那当然比较保守型的 它一定会告诉你说 这个必要的时候 把现金留一部分在手中 如果真的一旦崩了 你还有介入的机会 那如果你整个都压进去的话 一旦崩了你就没有 然后可以少赚一点 那么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策略 不过我还是谈一下 人民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人民币目前来说的话 它要取代美国不可能 因为美国的美元的态势 还是很强大 那但是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大家对人民币会看好 我觉得这个跟大陆的态度有关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大陆 在这段时间内 人民币是稳定的 而且稳定的升值的情形下 使越来越多的人 对人民币的信任度越来越高 其实国际货币 最主要还是在于信任 就是我相信你这个货币 我持有越久 对我来讲越有利 因为你不会波动很大 而且你不会往下走 第二个呢就是说 它的本身会从第二经济体 要超越美国 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它又是一个第一大的贸易国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然后它的货币政策又走稳定的一个政策 而且也就是说 它已经不再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不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的情形下 它本身的汇率 对它来讲 而且因为它要转向成为进口导向的 也就是它的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为什么那么重要 原本大家错误的观念认为 大陆还是出口导向 其实错了 大陆已经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它的外贸只占它的整个经济 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它的内部的经济 已经占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 那也就是它的结构跟美国已经一样了 可是它是14亿的人口大国 美国是三亿人口 14亿的人口大国 它的这个经济结构已经跟美国很接近 而且比美国体质还要优的情形下的时候 它要把它导向成为这个进口的 也就是说 它欢迎世界各国把货物卖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卖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大陆如果支付你人民币的话 你本身拿到人民币 那你本身慢慢的 它就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 再加上区块链 还有就是人民币的数位化 你就可以看到它 中国大陆的决策者 它是一个很有系统的 而且它不朝短线 它是做得很长 可是你看 效果一直在呈现出来了 这样的情形会使越来越多人 想拥有人民币 这个时候对我们台湾来讲是福音 好消息 因为我们的台商的人民币的水位很高 所以我们台湾的很多的人 会越来越富有 因为它的人民币 越来越强势货币的时候 可是我们台湾人拿人民币实在是太多了 满手都是人民币 那这样的话 当它的人民币越来越强势 对它未来 在世界各地方去制产 或是去做交易 它会站在有利的一个地位 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 其实以目前来说的话 中美之间的这种势力的消涨 在货币这个部分里面 也会慢慢的引现出来 我觉得美国的 目前来讲股市确实太高了 台湾也太高了 所以你看台湾最近都在做修正 我觉得这个修正是健康的 是好的事情 打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